哈囉大家好 我是梁宜辰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日常保養 保養品真的是 簡單再簡單是最好的 卸妝洗完臉之後 我會先敷這一個 蘆薈凍膜 因為那時候我的臉 因為擦了痘痘藥的關係 然後又泛紅 就是臉就一塊一塊的紅腫 然後我就敷了這個蘆薈凍膜 驚為天人 不到就是敷了一個小時 然後紅就退紅了 所以呢我會把它冰在冰箱 然後你洗完臉之後呢 就拿出來敷全臉 大概過10 20 30 它其實不會乾在臉上啦 所以我都會放個30分鐘 然後再去把它洗乾淨 做完這個步驟呢 我就會上精華液 然後這兩個是我會替換用的 這個是我最近開始在用的 然後我覺得成分也很單純 然後這一罐是因為它是比較濃稠一點的質地 如白色 工作了一整天 或是拍了一整天的戲在戶外等等 就是保濕度會更強一點 就當作一個急救的感覺 所以這個是每天擦 這個就是偶爾看狀況 特別皮膚乾的時候擦 然後等到它吸收之後呢 就擦最後一個步驟 你們一定沒有想到我最後一個 就是這個 凡士林擦臉是不會導致 粉刺啊痘痘之身 因為它只會在你的皮膚上 有一層保護膜 可以保住你的水分 所以擦在臉上然後去睡覺 就是可以保濕 然後隔天起來就會 QQ嫩嫩的 真的好用 還有一個就是保養呢 要由內而外 這是菊花 還有甘草還有枸杞 所以喝這個呢 就是可以退火 然後枸杞又是養生的東西 然後加上大家可能也會有一些 痘痘粉刺的困擾 然後甘草可以幫助你消炎 所以就是把它當成 一般當成茶水來喝 因為我自己真的是沒有很喜歡喝水 但是如果泡這個的話 我就會覺得 喝的水量就變多了 不是錢包 是這個 不只這一個我還有一個 這個是 土地公爺爺 這是福德正神 然後也推薦給大家這些 日常的小保養還有必備小物 希望你們喜歡 晚安